曲維晃 跟大家介紹一些有關神經系統的部分 今天,第一週,整個課程的規劃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只會大概講解一下,介紹 我們的教科書都還是以Campbell這一本 Campbell這一本,這個是舊版的 你們現在應該有新版,跟上學期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Focus的章節,主要的章節會是在48、49、50三章 那48、49、53,那我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修了這些,我學了這些神經元neurons 第一個我又看不到,也不知道那到底有什麼用 那最後我就把它講到neuron cell,這種neuralsignaling 這個神經訊號傳遞 但我的重點是要講大腦,就是至少讓我們了解一下 我們的大腦到底有什麼功能構造 那有的之後,你知道了解之後呢,有什麼用 大腦你摸得到,你看得到嗎?你還是看不到 對,但是你還不曉得有什麼用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於是說 目前在研究領域上面來講 有哪些,舉例來講 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 各位如果打這三個字,BCI 那其實蠻熱門的,這是在這幾年來的領域裡面蠻熱門的 所以這個是目前教科書上面沒有的 那事實上現在我們在教大也在規劃 有些老師也在規劃一些有關腦機介面相關的課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說,把普森裡面所教到的東西 跟研究所有一些相關的 那不一定你們未來用得到 可是至少你會看到,比如說你今天看新聞媒體報導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一些訊息 那這個是目前的一些顯學 甚至你在看到新聞媒體,可以用腦波來控制什麼 可以用什麼來治療疾病 比如說像最近那個新藥的開發 那那個已經有在解密那個老鼠 然後用老鼠然後製藥 然後去把它的記憶給消除 我的重點就是說 至少讓大家可以了解 那有什麼樣的技術相關的 那或許未來至少你可以多了解 而且這是比較課本外面沒有的 這知識 好,那教科書有好幾本 那就是主要還是以這個Biology這一本 那另外就是因為跟大腦、腦神經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就是以認知神經科學這一本 也是一個參考,書目 那各位你可以看,另外就是 這是翻譯本,這是翻譯書 就是生命科學的工程這一本 那事實上也是一個翻譯的 那這個是中文版的 那我剛提到腦機介面 那腦機介面這一本 那這個目前已經有 已經算不新了 但是也是蠻新的一本 就2012年初的 那個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所以每一週裡面都有不同的這些內容 好,那什麼是神經系統跟應用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介紹 那第一個就是 簡介跟大腦的奧秘 那我先問大家 神經系統以前 在座有沒有 應該都是,高中都是二類組 三類組,應該都有修過生物嘛 神經系統包含什麼 包含主要的人,人類主要的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包含哪幾個 蛤? 神經系統包含哪幾個 主要的神經系統 好,其實你們 我聽到有一些答案 什麼腦啊,脊髓啊 OK 事實上,OK 這是幫大家複習 所以我們的神經系統 最主要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中樞神經系統 簡稱CNS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周邊神經系統 就是Peripheral 就是控制你的四肢的 四周 體感神經 還有那個自律神經 那剛你們提到的什麼大腦脊髓 那些都是在哪裡 在中樞神經系統裡面 所以中樞神經系統裡面 主要就是大腦跟脊髓 那大腦又分什麼 又分哪三個部分 就是大腦、小腦跟什麼 腦幹嘛 對不對 所以這堂課我們要學的就是 中樞神經系統跟周邊神經系統 那聽起來很簡單 那我們這堂課要學的就是 大腦、小腦、腦幹 那它各有什麼功能、構造 那包含到脊髓 所以很多很多專有名詞 那個要記、要背 那不難 說真的不難 以去年、過去兩年的經驗來講 大家是覺得就是要背專有名詞很多 那其實你如果整個Follow講義來看的話 應該是不會太難 那今天我們還要再提到的就是幾個 可能你們有比較有感興趣的 像阿凡達 這三個字你看得懂? 阿凡達計畫 多了兩個字 你知道阿凡達計畫的幾首? 你看 只看過電影 不知道計畫 好,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到底是什麼東西叫做阿凡達計畫 到底什麼是阿凡達計畫 好,那另外就是說 以我們的神經科學、腦科學來看的話 那腦部能夠對我們有什麼樣的疾病 可以去做改善的 或是可以預防、治療等等 我們的神經系統 大腦是它的連結中樞 那它的神經細胞 neuron跟cell有多少個? 很多很多個 那簡稱到底有多少? 反正你也看不到 那跟有多少? 就是大概有100個billion 各位你知道billion是多少嗎? billion是多少? 10億嘛,對不對? 所以100個哦 10億你知道多少? 那大概就跟亞馬遜的樹林 差不多一樣多 好,各位看這一張 其實這個效果 我不曉得 各位看這一張有沒有什麼感覺? 有發現它在旋轉的舉手 好,那看下面這一張 這一張會發現會有旋轉的舉手 也是會有旋轉的 這很神奇哦 其實各位 這個只是一個圖片 這只是一個2D的圖片 對不對? 只是一個二維的圖片 為什麼你會發現它好像在動? 為什麼? 原因就是這個成像欺騙了你的大腦 你知道嗎? 它欺騙了你的大腦 那欺騙的位置在哪裡? 視覺嘛 因為你就是在看著它 你看著它 你想想看 大腦我的眼睛 視網膜 接受到這樣的一個視覺刺激過來 然後它告訴我 其實這是一個成像 可是其實大腦解譯 解那個分析完之後告訴你 它好像不是一個影像 它是一個連續的動畫 好像會旋轉 所以它告訴你 所以你大腦裡面會認知說 這個是在旋轉 有很多的例子 可以給各位看 可是其實它就是幾個顏色的圖片 構成而已啊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們不是平行的 有沒有覺得這些線是歪歪 歪七扭八歪歪的 然後像筷子夾東西一樣 然後不是平行的 有沒有覺得 有對不對 可是 各位 它是平行的 每一條線其實都是平行的 你仔細看它都是平行的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它其實每一個都是平行的 但是為什麼你看起來覺得它好像 似乎會有一個焦點 可是又焦不到 那原因就是什麼 原因就是 當你主要在看這個的影像的時候 那你的刺激主要來自於這裡 可是其他周圍的這些 這些它也是個刺激 它也在同時刺激你的神經細胞 所以這些訊息就怎樣 干擾你的判斷 干擾了你的視覺訊號的處理 然後你就認為說 我現在在看這一條 可是旁邊這些訊息告訴我 好像要撞到我 好像會 跟我有一點交錯的感覺 OK 那這個原因就是在於 你的大腦的影像處理 告訴你這樣的一個訊息 好,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等一下注意看這個影片 它會測你的專注力 是不是有夠專注去發現它裡面 你等一下聽聽看 各位練習聽聽看 各位聽得懂意思嗎 它剛剛看就是說 圓圈圈裡面 進去出來算一次 進去出來 Dancer如果進去出來算一次 然後你count看看有幾次 所以它現在問你 15次到20次 就是剛剛算了一下 15次到20次的 有沒有 超過20個的 有沒有 超過20次的 他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Another question 就是有沒有人看到一個penguin penguin是什麼 企鵝 有沒有人看到企鵝 有的舉手 這一班還蠻多的 至少有四分之一 好,剛剛有講到幾位有看到 所以他剛剛有講什麼 超過50%以上的人是沒有看到 所以沒看到的你也不用覺得 因為你就跟那50%的人是一樣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要問大家 就是說大家應該要反思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下的標題就是 attention 那你夠專注嗎 你很專注的 可是你卻沒看到企鵝 但是這個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說 可能有看到企鵝的覺得說 這個 感覺這個影片裡面 其實它要看你的attention 是不是有attention到 sense到有其他的 一個物件 這樣子 那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其實這也不叫做不夠專注 那原因是 就像剛剛後面的人回答的 他說 因為你的指導語 你的instruction 就是叫我什麼 我focus在看進出 算次數 所以大家就是找一個什麼 所以人類就會把自己的 把指導語 把這種接收到的外界刺激的information 自己轉譯成 你自己聽得懂的 比如說你要叫你算次數 所以呢 它就怎樣 只看圈圈就好 其他地方它就不看 它就看那個角 進出 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有專注 只是說專注的點不一樣而已 那有些人不是 就是每一個人用的strategy 一個方法都不一樣 那有些人是可以直接 整個畫面去看 看他進出 所以他就看到氣了 有些人就沒有 他就只看那個circle 這不見得沒有看到的人 就叫做不專注 這個是給大家一個 一個反思 所以這個是心理學 尤其是這幾年很熱門的 這近三十年到五十年 很熱門的 這個心理學的實驗 你可以看這個實驗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你看一個 一個簡單的實驗 然後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說 就在你這麼近的面前 事實上是不同的人 那沒有 你看75%以上的人不知道 所以這是心理學上來講 這非常的神奇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我更感興趣的是 有些人認sense出來 有些人sense不出來 那他到底那個腦袋那時候的 你知道嗎 就是他那時候的一個想法 那時候給你出來的那個 腦部的一個反應是什麼 不過很可惜他這個就是 只有存行為的實驗 那你知道嗎 有一個trick 有一個關鍵的點是在這裡 他剛剛這個螢幕裡面 為什麼他沒有sense出來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他sense沒有出來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sense不到說 感受不到說那個人是不一樣 他有一個關鍵點 有沒有人知道 猜猜看 有沒有對到眼睛 不是 不是有沒有對到眼睛 其實這也是在實驗上面來講 操弄的一個技巧 你注意聽 注意看 如果你剛剛回想一下 你們剛剛看到的 受徹者一進來 他拿那個縫給他簽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指導語就是 可能讓他很趕著時間去做某件事情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那受徹者就是說 我只剩五分鐘到十分鐘 不曉得要做什麼 就是要趕快進去裡面幹嘛幹嘛 所以他要趕快sense 要趕快走 你懂我意思嗎 意思就是說 這是很趕時間 等於說你有一個push 有一個壓力給他說 讓他在很短的時間內 要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只focus在那件事 他把它做好 然後他就走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操弄教 如果說你想想看 如果說另外一個 比如說你像去圖書館借書 你跟他耗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你怎麼可能知道說他不一樣的人 你不知道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什麼 那個穿著啦 衣服一定要一模一樣 那只是臉 最好臉型還找得稍微像一點的這樣 所以蠻特別的就是75%的人看不到 所以是一個蠻成功的一個實驗 那這也是測你的attention system 好 那另外一個是 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影片 你可以挑戰一下你的視覺 有沒有人可以猜在哪一個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在第四個 好我們看看答案是在哪一個 在第四個 所以大部分人都還不錯 你們都有看到 所以這邊有一個關鍵就是什麼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視覺會 你外界的刺激 包括現在我在看各位 對我而言這都是一個視覺刺激 當你的視覺刺激 如果overflow就是這樣 過度給你很多的刺激 你的電腦 你的大腦就像電腦一樣 資訊給你太多 你overflow overload 你沒辦法怎樣處理 那沒辦法處理 就是 你就沒辦法跟上了 那看起來你們還不錯 就是你們都還可以處理到 這樣的一個資訊 好 大概是最後一個影片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蠻 可能有些人有看過 因為這個相關的影片在網路上蠻多的 你們可以去參考看 你可以看就是 哟 對不對 它可以往上 可以往上跑 所以其實它是左右的寬度不一樣 然後呢 它其實是往這邊寫 OK 所以 一樣的道理都在講什麼 這些外界的刺激 視覺的刺激給你 其實都在 讓你的 整個大腦去處理 去解讀它 那可是有時候解讀看到的 不見得是真的 所以你變成要從其他的角度去看 好 所以這些 以上的這些影片 給大家參考當興趣 那 可是你就會覺得很神奇 那到底我們的人類的神經系統 到底是怎麼樣處理這些訊息呢 那跟各位講 那這幾年來 神經科學會發達 一定要有介於這些儀器 的發明 就是這些儀器幫助很大 那包括什麼 腦波 像FMR 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噪音 各位可能在醫院裡面都聽過 在看過它 那 電磁儀 就是 MEG 那或者是 PAD 症子儀 這種大型的儀器的幫助 所以可以讓你去了解你的腦部的構造 甚至功能 但是我跟各位問問看 我跟各位講 就是說 在還沒有這些儀器之前 我們人類的行為已經都存在著 可是要怎麼去研究這些東西 沒有這些儀器的幫忙 比如說你剛剛看到了 這個人很明顯的在你面前你沒有發現 然後呢 Attention System 可是你又不可能說 因為沒有儀器嘛 你又不可能說去研究他的大腦的 到底是怎麼想的 怎麼構造 對不對 那沒有這些儀器的幫忙之前 所以那時候 所以我們這堂課裡面的那個 神經系統的第一 在中速神經系統那一塊 在講大腦的構造那一塊 我們就會先講 愛因斯坦 各位都聽過他嘛 所以愛因斯坦他為什麼那麼的天才 那麼的聰明 所以在當時的科學家就非常感興趣 愛因斯坦的大腦到底有什麼構造 有什麼跟人家不一樣的 所以唯一能夠研究的方法就是什麼 等到他過世了 把他的大腦截取下來 然後開始去研究 解剖 然後去看跟一般正常人 一般人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早期還沒有這些儀器的時候 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去研究 好 剛剛提到阿凡達 大家都看過這個電影 2009年非常轟動的一部電影 那其實阿凡達那時候電影 它只是一個開始 那它是要講的是一個 其實它是一個research的project 它是一個研究計畫 而且是有意義的一個研究計畫 的規劃 那我這邊有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看阿凡達計畫它的構想是什麼 那等一下我們影片會介紹 就是說它其實從2015年 這是阿凡達你們看過 所以它是可以轉換這個mindset 到另外一個物種上面 所以它預計就是說 在未來的20年 30年 2015到2045年 30年內 它希望能夠做到這四個步驟 然後從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什麼 中速神經系統到周邊神經系統 所以它先從周邊神經系統開始 然後最後是不是能夠做到中速神經系統 有點像以前的那個什麼 人工智慧 在機器人身上 或是它也有這個可以自己思考的大腦 有點這樣的一個味道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所以科學家他們現在就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能不能真的把它轉移到另外一種物種上面 就在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所以各位你看到 剛剛看到的這些介紹 其實跟你們所學的普通生物學 從最基礎的開始都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美國歐巴馬 美國總統歐巴馬 2013年的時候 也砸了一億美金 要來探討人類的大腦的奧秘 就是Human Brain Mapping的Project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相關的這種報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神經科學專題 然後其他的報導 那同時 我這邊沒有放到那個 歐洲、歐盟 歐盟協會 他們也是 也是投入1億 1.19億的歐元 然後要來研究這個Human Brain 那沒多久之後呢 那個日本 也說要投入一大筆錢 也是要來探討這種 Neuroscience 的問題 所以我們台灣的科技部 科技部就以前的國科會 或許大家有些有聽過 那國科會也是最近這半年 也是在摳這樣的一個神經科學研究專題 也是在往這個方向 也說跟著世界的潮流往這邊走 那這邊給大家看到就是我們交大 其實在一些這種腦科學的研究裡面 其實也都有一些成果 那包括現在市面上 各位你如果看到這種腦波的東西 其實已經不像是在臨床在醫院裡面看得到 所以已經有廠商把它做成像玩遊戲一樣 可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Neuroscience 他們的一個產品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所以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也是目前至少在有別於醫院裡面所看到的 好... 那個... 相關的... 最近相關的電影 各位這邊我們列幾個給大家參考 比如像2015年 去年很有名的一個迪士尼卡通 那個腦筋急早在Inside Out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我非常推薦給大家去看 這個還滿有意思的一個影片 電影 那因為我本身就在做神經 做腦科學相關的研究 所以我看這樣的一個影片 覺得還滿... 這種深入淺出的 還把它詮釋得滿好的 那像2009年那個日劇 那個Mr. Brand 這個也是一個滿有趣的那個影片 那個電影 那個木村拓摘演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去看看 那... 所以各位回去可以想一想 就是說 腦科學這樣的一個... 從... 現在開始你們才開始從最基礎的開始學 但是未來呢 這樣的一個研究 這樣的一個科學能夠幫助我們什麼 可以預測 可以讀心 其實比較關鍵比較敏感的是 能不能來代表法律的責任 舉例來講 如果知道 你看有人在測謊 像有些人用測謊機去測 你有沒有在說謊啊 或是... 那這些是不是可以當作你法官 來做判決的時候的一個參考的依據 所以曾經就有人把這個當成是一個辯論 然後有人說可以 有人不行 然後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辯論 那當然最普遍最常見的就是 腦神經相關的疾病 可以用在治療 像神經相關的失智 Dementia Parkinson Desease 或是 Alzheimer 就是那種 失智症 老人退化的這種 神經退化性疾病 都可以幫助我們 OK 好 今天我們就先上到這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